上個DM帳號引起懷舊討論 沒有主要懷舊的是我好不好 主要懷舊的是我 觀眾還好 因為我現在的觀眾比較多的是屬於比較新的一群 然後比較舊的觀眾就算 就算還在看可能也比較多是沒有什麼在玩的 有可能喜歡看個遊戲這樣 但平常也不太會主動上線玩 所以主要懷舊的還是我跟那群沒有什麼在玩的 觀眾們 其實我會覺得以前遊戲真的是蠻好玩的 現在的話雖然說遊戲本身沒變 就是一樣沒什麼變 但感覺還是社群的部分少了很多 包含比賽的部分也少了很多 比賽帶動社群嗎 社群帶動經濟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我講到這個也只是因為一開始感覺 以前的跑跑就是大家都很融洽 車隊彼此之間都有那種結妹隊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關係很好的隊伍 但現在的話比較多車隊都是 就是互相攻擊也不知道為什麼 瞧不起 會瞧不起 會瞧不起對方的隊伍 所以以前大家會覺得 他們車隊有幾個很強的啊 那誰誰跟誰誰實力蠻好的 現在的話就是那幾個車隊也只有那幾個強的 就是小法會不太一樣 就是小法會不太一樣 抽獎只能抽一次嗎 會可以抽三次 因為我們今天會抽十五個人 十五個三百點gash 現在的話只抽出五分 所以等一下還會再抽十分 所以等一下哈 隨機抽的 反正十...十點四十前會抽完 欸不對啊 我重點是不是放錯了 我現在不是在試車嗎 為什麼我要一直講 講懷舊的事情 好 回來這台車上 這台車在實戰的表現中也非常不錯 但是 可能是因為 速度還是稍微偏慢一點的關係 所以在過某一些比較需要 更輕一點甩尾的彎 還是容易斷胎 但整體來講 這台車的手感跟表現上還不錯 帶鳥 只能出去再帶了 唉唷 還停車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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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這台車穩啊 唉唷 不過配這個人物真的是好扁喔 看不習慣 唉唷 尿尿 荒格 這樣這邊就可以吃到一點點的二段加速 就有辦法支撐我們通過那個跳台 要不然如果你一般沒有爆二段的話 你的速度可能會讓你再碰到一下車屁股 然後才飛過那個跳台 這樣的話可能就會慢 慢一點 蚵蟲甩 出去再一個反脫 可以啦這台車 免費的 有這種 有這種數據跟手感不錯 他比較 比較可惜一點就是他的 車型太大了 車型太大了 魔音 新車 雷霸 風鳴 毛筆 不愛地圖的話 純原版車的話我最喜歡國王的新車 純原版車啦 這什麼網路 這個網路狀況怎麼這麼糟糕 這網路狀況怎麼會那麼糟糕 唉唷 這網路狀況怎麼會那麼糟糕 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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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這什麼 這什麼 鬼之 鬼之推 唉唷 喔唷 喔唷 我過來了 哈哈哈哈 唉唷 這什麼東西啊 這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這樣還可以過來 太神啦 帶個單拖 這一把到底怎麼回事啊 為什麼我一直飛來飛去飛來飛去飛來飛去 偷工緊料啊 你敢混啊 拚完 太神啦 獨一無二的新路線 只有我能用 而且我只能用這一次 只有我用得出來 這個需要絕佳的團隊默契跟團隊配合 還有超爛的網路 唉唷 到底這到底什麼 為什麼我晃路 我需不需要重開啊 結果我要內線超車 唉唷 這有兩個打架 唉唷 三圈圖 三圈圖 哇 可惜有卡蘭 這個不是我推的哈 他是自己失誤的 漂亮的超車 呃 呃 趕啦趕啦 沒事沒事 團隊配合 中間 打中間打中間 可以 漂亮的第三 我也是啊 我也回來就睡了 喂 喂喂喂 喂 聽得到嗎 呵呵呵 聽得到聽得到 嘿嘿 算 昨天看比賽了嗎 看了啊 感覺怎麼樣 學賽 評價他個人賽 完美獨奶 怎麼說 別完美獨奶 就是比賽過程 你覺得你評價一下 呃 李仔赫靠腦子打的 他腦子好聰明 你有發現嗎 他前面都正常 正常 哪分 但他發現他分數一把高的時候 他想的是他只要能進行二就好 所以他中 中到後段 全部都是有毛筆 全部都是 除了一些少數的地圖 他幾乎全部都是有毛筆 因為他知道毛筆是最 車 應該說最難被殺的車 而且 最難被連帶的車 對對對 而且速度也 也不會慢太多 因為前面有尾流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跑 懸崖那一張地圖的時候 就是絕壁 他有機會超到第一 但他死都不超 原因是因為他一直想要吸前面的尾流 他知道他如果 跑到0跑的話 他就下去了 所以你可以觀察到 他一直在放慢他自己的速度 然後一直在第二名 小胖在第三名 一直想要超他 但 一直很難受 因為一直被他速度拖著 但也過不了他 沒有辦法 因為他是毛筆 所以我覺得他就很聰明 那最後跟他打的對手就是嫖道賢 我覺得就沒什麼懸念了 沒什麼懸念了是不是 對啊 嗯 寶貝你把小胖奶死了 我奶的是嫖人秀好不好 其實 其實決賽的時候 其實決賽的時候 就進入到1v1這個環境的時候 當時嫖道賢和李展賀 單跳的時候 我就知道李展賀已經猛了 我也覺得他穩了 但你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他 他之前給人家印象就是 太陡了 你知道嗎 就是他 昨天你也說了 就是說在前期取得高分 之後在中後段的時候 處理得非常好 沒給小胖和其他選手 任何機會 對不對 對啊 其實昨天他的心態是很好 尤其他現在毛筆 在等多張地圖裡面 就是感覺他 其他很好的效果 而且他毛筆也不是下意識的 想要搶前面的位置 而是他會知道 該處於中斷板 而且一定要吸到別人尾流 他很清楚的知道這件事情 我會覺得 我對他的印象就是 他以前 為什麼會被叫李斗賀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在 重要的時刻 可能都會手抖 然後導致自己失誤 而且他這個失誤 都會是很致命的 但他這一次的話 我不知道 我自己總結 他是一個很吃心態的選手 他知道決賽沒有 就是最後他的對手裡面 沒有小胖 或者是朴仁修 或者是其他更 更 就是可能名氣更大的選手之後 我感覺他送了一口氣 而且他的自信全部都上來了 就你可以看到他 很少的失誤 除了最後單挑賽 紐約最後一個彎 他自己 可能按飄空了 或是什麼之外 他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多的失誤 我覺得他還蠻吃自信的 因為他昨天真的跑得蠻好的 你覺得我總結怎麼樣 那你覺得 那另外一個問題 那你覺得韓服這個時代更替了嗎 很多人說 昨天的這個比賽結束之後 這個 朴仁修和文康俊沒拿到一個 比較好的名次在個人賽這個部分 是不是 也就是說 現在會不會有第三個 第四個人和他們平起平坐 我覺得一直不會 因為你從上次的比賽 就可以看到 小胖在八人賽的時候 載智力也沒有到很夠 他上次是因為逆天改命 才進到決賽 然後又憑藉他自己對單挑的了解 然後拿到冠軍 要不然其實他上次個人賽 載智力也沒有很足 他就是逆天改命 所以我覺得 我一直覺得 現在已經不是以前那個 韓服Top3Top4的時代了 現在已經是 整個決賽全部 對 全部都有 都有能力 除了一些可能比較 基本的什麼 這次驚奇秀 或者是一些 就沒有發揮出他的能力 但你要知道這一屆是 金勝泰跟 柳昌賢兩個 兩個 決賽大人們都沒有參賽的舞台 都已經能打成這樣了 所以我覺得已經不是什麼 Top3Top4的時代了 已經是八個人 全部都精神能力 而且他們圖都選簡單的 對啊 這個就是壓縮了所有人的差距 而且連賽周期太長 十張地圖 大家打的都基本上就是 我感覺就是 差不多就是 你哪怕是再沒腦子的 也基本上就是摸得比較透 對啊 就是他 這個賽制會 在短的時間內 讓大家有非常卓越提升 尤其是在那幾張圖 他就讓你把這幾張圖 摸熟摸死摸透 把細節摸死 你就不會跟前段班有太大的差別 應該像聖宗明 他那個時候在跑 斜塔 他最一開始也只能跑1分02 然後到現在他摸到1分00了 然後 平原秀也在00.7而已 所以你看0.3的差距 就是代表高端選手跟中戰選手的 那個差距被壓縮很透徹 那個差距被壓縮很透徹 0.3秒的差距在五尾牛的時代 那就是很大的差距吧 但現在根本沒差 哈囉大家好,我是豹哥 我的NoloLive直播時間 從這個月開始 正式改為8點到11點了 日期則是一樣為每週的1356 大家要牢記直播時間喔 記得來NoloLive只要玩喔